好,谢群的朋友啊,大家好,我是邓爵 这两天啊,这个心情是不是跟过山车一样,是吧? 呼上呼下的,呼一下,呼一下,从昨天下午开始,到今天,中央十三台又爆出来了,是吧? 我相信啊,很多人都不好受,对吗? 这个,我认为是个很正常的现象啊,也是一个很正常的心理反应,但是呢,我建议大家听听今天中午听听,听听今天中午,傅老师讲的啊,大家应该能明白 今天,触控刷会抖音,啊,见到一个挺有意思的视频,啊 就是人啊,人啊,他分四等 我们就拿三国举例啊 一等人呢,有本事 有胸怀 谁啊,像曹操 曹操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大气的人,而且这个人非常有本事 而且也有文采,对吗? 东林结石,以关沧海,对吗? 曹操的本事,我相信不用讲了 对吧,三分天下,他占其二 曹操这个人非常有胸怀,这个人非常大气 刘秀,当初他争刘秀的时候,没打,刘秀就降了 降了以后呢,他就收编,对吧? 然后整编队伍就在刘秀那儿呢,安营扎寨 结果呢,曹操这个人比较色啊 结果他把人家队伍收编就算了吧 他把人刘秀的沈娘也给收编了 他沈娘据说长得挺漂亮 这刘秀就不干了 这对于他来讲,这是羞辱啊 刘秀也是一方诸侯啊 这刘秀就不干了 就是连夜啊,以操练的名义 就是把他的队伍拉出去 整盔冠甲,把他队伍以演习的名义 拉出营,拉出营房 突然杀了个回马枪 这一下弄得曹操错说不及啊 那一仗,曹操可以说损失惨重 首先他的长子,他的长子曹昂 就在内战死了 还有就是点威啊 曹操哭点威啊,对吗? 曹操这个长子啊 曹昂这个人非常了不起 本来曹操是想传位给他的 这个人长得一表堂堂 而且非常有谋略这个人 李贤夏世啊,这个人 而且也非常有文采 结果那一战,曹昂死了 战死了 曹昂死,他母亲可不干了 曹昂的生母呢 史书上没有记载啊 应该是个曹操跟别的女人生的 曹昂很小的时候呢 就跟曹操的正妻 她的正妻叫便夫人 可以说便夫人是她的养母 便夫人把她一手拉扯大的 便夫人,便夫人一生没有生养 把全部心血都压在这个曹昂的身上啊 一手把曹昂,把那个曹昂啊 培养成人,结果这一战死了 这便夫人可就争不办了 就跟曹操几眼了 心头肉啊那是 这便夫人就回娘家了 就把曹操给修了 曹操当时已经贵为丞相了 实际上他已经是皇帝了嘛 对吧 汉宪帝只不过是个傀儡了嘛 这个大家都知道嘛 邪天旨意,以令诸侯,对吗 哼,结果,曹操请了好几回啊 曹操回到便夫人的娘家 请了好几回,请不动啊 到最后没办法 一直修书 去把便夫人给修了 就是他们两个人就是离婚了 就是曹操临死啊 曹操临死 就讲出来了 就是临死他都忘不了 这件事情 他就子修啊 我要到了那边 见到子修他管我要妈妈 我该如何作答呢 就是子修就是曹昂 你想想看这件事情 伤曹操,伤得多重啊 但是,刘秀后来又想了 曹操终其一生 没有报复刘秀 而且依然重用刘秀 那之后他死了以后 曹批几位啊 曹批把刘秀给干掉了 那这是后话了啊 这是 其实曹操这个人又有本事 又怎么样 又有胸怀 那么第二等人呢 没有本事 但是有胸怀 代表人物是刘备 刘备是个没有本事的人 对吧 最大的本事是哭 对不对 到四十五岁的时候 古人四十五岁 就已经是很大很大的年纪了 到四十五岁的时候 还一事无成啊 到最后 人家有胸怀啊 有胸心啊 三国茅庐 请了个诸葛亮 诸葛亮二十六岁啊 他将近比刘备小二十岁啊 刘备给人家三国茅庐啊 给诸葛亮下跪啊 这样才请诸葛亮出山啊 十年时间三分天下啊 像这样也行 对吧 这也叫成功人士 对不对 那么第三种人呢 有本事 没有胸怀这个人 代表人物是吕布 对吧 大家都知道 吕布三国第一猛将 他说第二 没有人敢说第一 对不对 三英战吕布 关于张飞加刘备 三个人 勉强跟吕布打了个平手啊 所以说吕布的本事 是很大很大的 对不对 但是这个人没有胸怀 太小家子气了 结果 最后让曹操给斩了 是吧 那么第四种人 没本事 没胸怀 代表人物 袁树 对吧 袁树 和袁绍 他是哥俩 袁树呢 是敌出 袁绍呢 是树出 所以袁树 对袁绍呢 有相当大的心理优势 我是大老婆生的 你是小老婆生的 对吧 到最后 自己称帝 没两年 干掉了 最后他死 他临死之前 人连口粥都喝不上 他临死之前 你说惨不惨 你说 我们看看这四种人 看看这四个代表人物 曹操 曹操建立了 魏朝 对吗 刘备 所以 好歹也是 三分天下 是不是 那么再看看驴部 再看看 袁树 我们就知道 这个 人一定要有胸怀 这个胸怀 是多么的重要 对吗 你看 这个群里头 我这两天 我这两天 确实私了我的人太多了 我也回不过来 而且呢 问的呢 都是这种 都是重复的问题 我们在群里头 三分五次的都讲过了 你还要来问 你说呢 我不回答你呢 显得不礼貌 我不理你 不合适 理你呢 确实 一呢 我有我自己的事情 二呢 你说我老是重复的讲 这一个问题 我也受不了 你今天傅老师讲的语言 讲的非常清楚了 是不是啊 判了 是不是好事 好事情啊 好事情啊 我们马上就要什么 就冒换心眼啊 我们要重新上路了整装待发呀 黎明前的黑啊 是最黑的 但是大家记住 朝阳一定会升起的 有那么一句话 就不要拿别人的错误 来惩罚你自己 大家知道这句话 出自哪里吗 这也有一个典故的 这罗斯福啊 就 美国二战时期 那个著名的总统 罗斯福 有一次罗斯福他家里失窃了 就丢了好多东西 然后呢 然后呢 就 有一个朋友嘛 就是来写信啊 写信给他就是表示安慰啊 罗斯福就给他回了一封信 这封信特别有名 就记录在罗斯福传里面 这封信里他提到了三个幸亏 首先他讲啊 幸亏家里的人没事 人活得还好好的 丢的只是东西 第二个幸亏是什么呢 他只偷走了一部分东西 没有拿走我的全部 第三个幸亏是什么呢 幸亏我不是那个贼 那个贼不是我呀 犯错误的不是我是他呀 我只不过是损失了一点点东西而已啊 三个幸亏 所以我们不要拿着别人的错误来惩罚我们自己 不要再纠结了 已经讲得很清楚了 当初那么那么轰轰烈烈 对吗 总不能虎头蛇尾吧 毕竟要有个交代吧 这回东方卫视也好 各大媒体主流媒体 包括中央第13台 都说出来了 CX了 对吗 但是大家千万千万不要忘了 我们的币还在链上啊 它还在不停的搬砖套利 我们的资产一分没减少啊 反而在增加呀 我们跟沃脱肯完全是两码事啊 沃脱肯首先 要 首先是不是要查封你的资产呢 冻结你的资产 对吗 那我们的资产我们自己可以查到的 因为我不懂技术啊 但这么多懂技术的老师 在这儿 在这儿给咱们查的呢 我相信我们的币还在 就是我们的资产还在呀 这是最关键的对吗 而且上次那个测试版的出来 上面就说我们 是不是要上主网了 对吗 所以说 不拉斯托肯 那判CX嘛 那就判呗 再有一个 它是公安机关 讲出来的 它又不是法院判的 对吗 即使 即使法院判了 即使法院判了 那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 对吧 等我们的APP再打开以后 我们就不叫plus token了嘛 对不对啊 哈哈 我们已经旧帽换新颜了 大家记住啊 钱包用旧了 该换了 把里面的钱 身份证卡 都拿出来 换一个新钱包 好不好 是不是啊 生猴子马上就要成斗 战胜佛了 所以说 我们 不要拿着别人的错误来惩罚我们自己 不必纠结了 我们再退一万步讲 你现在 不等 你也得等 你不等 不还得等吗 那天在十几群呢 有个 有个同志讲的 一天到晚 你们就是在这瞎白货 有没有点实锤的东西 有没有点干货 反正 我每次讲的就是我心里所想的 这是我的认知 我讲出来 给大家听一听 你愿意听呢你就听一听 你不愿意听呢你就忽略就完了 对吧 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 新进群的朋友不少 特别是第十七群 啊 我们在群里不要骂人啊 有两次了 大家呢现在情绪呢都有点激动 都有点躁动 我可以理解 但是呢 五百人群啊 特别是群里还有女同志 你在群里头 那么口口声声的骂娘 这个东西它 显示出我们自己的素质低 对吗 是不是啊 你指着别人骂 一个手指头指着人家 四个手指头是指向自己的 对吗 我们有不同的观点可以表达出来 还有一个 你要是不相信还能开网 你可以退群啊 是不是啊 何必要影响大家呢 闹得大家都不痛快 不合适 对吗 咱们大家都是成年人 对不对 我相信 开网了 不会少你一分钱的 对吗 不开网 反正 你已经认定它开 它开不了了 那咱们就该干嘛干嘛去呗 是不是啊 生活里面不止只有PT啊 对不对 PT只是我们生活的一小部分 对吗 人人 谁不是一边不想活了 一边又努力的活着 谁不是一边咬牙坚持 一边忍住伤痛 谁都不容易啊 是不是啊 努力提高自己 努力使自己变强 这才是最重要的 对吗 如果说我们被骗了呢 被骗的成本其实并不高呢 骗我一次我成长一次 骗我一次我进步一次 对吗 反而是反而是啥啊 你怀疑的成本 我认为比 比我们被骗要高 很多人呢 怀疑这个 怀疑怀疑那个 什么都不信 他一辈子一事无成这个人 你像那些 你像那些大佬们 有几个没赔过钱呢 对吧 有几个不是经历过这样那样的痛苦 坚持住了 熬住了 挺过来了 他才能成功 对吗 所以说啊 今天啰啰嗦嗦啊 给大家聊这么一段啊 最后送给大家一句话哈 观而不语 说而不破 不求圣洁 难得糊涂 今后佳音 终得福报 谢谢大家 我是正觉